刘仲敬 今天想要跟您请教一个网友的问题。他说,在文革中期的时候,其实中国有很多地方有反对派的武装,例如说在广西南宁的一些解放区,之前甚至秦辉有在那边当过红卫兵,还是下乡之秦,我其实搞不太清楚了。 总而言之,这些武装很快就在文革结束之后就被镇压了下来。您之前说,中国现有的自发秩序几乎都是文革后期生长出来的,但是根基很浅而且时间很短,很快在90年代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国跟世界接轨的改革开放中就被压制了。 而且您向鼓吹现在开始建立有效的小共同体和寻求小共同体的武力保护。在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当初文革产生的这些自发秩序,除了在80年代融入体制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出路? 这就是基层生态的问题了。在这方面又出现了一个典型的士大夫现象,就是士大夫写的历史都是没用的。如果你要写美国历史的话,你马上就会发现它是社区性的。 某某某清教徒带着几百个人或者几十个人在什么地方建立一个社区,后来怎么怎么长大了之类的,各州的成长方式不一样。 士大夫写的历史完全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它是悬空的东西。悬空的东西才想发明,它才可以直接从汉朝跳到唐朝。 如果你按照美国那种方式来写的话,那么汉国和唐国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跟拜占庭和奥斯曼尔一样。唐国的祖先鲜卑人在内亚一路跟汉人打仗,最后把汉人消灭了,然后向美洲印第安森土地上建立美国一样建立唐国。这样一分析,中国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要分析基层共同体,我们要撇开所有近代史研究者说的那些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蠢话,关于文革、关于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和那些蠢话。这些东西对于基层来说,屁也不值,只不过是一个符号。 像三国时期的军阀,今天宣布我拥护汉士,谁的谁是汉贼,而被他说成是汉贼的那个人也宣布他才是拥护汉士,你才是汉贼。这都是一文不值的东西。 我们拿具体的东西来讲,因为所谓的中国从人的角度上来讲,最多可以追溯到明朝中后期家庭年间是最早。这个你可以从家谱就会看出来,靠得住的家谱顶多到家庭年间。 如果有人说他的家谱在家庭年间以前,那肯定是发明出来的,而且时间越早那就是发明得越晚。 这个成蕾的造成就是说,谁自称是他的家谱来自于宋朝或者五代的时期,例如闽南人所谓的那种开章圣祖什么什么的,那他还有可能是在明末清初发明出来的。 如果有人面不改说说他的家谱来自于周朝或者汉朝,那肯定是清朝中叶以后了。 然后,我们大多数社会关系的起源、认同和一切社会资源的起源产生于海通以后、道光年间以后。 所谓的上等人,东亚挖地相对一样的意义上上等人,就是产生于帝国主义殖民时代。这里面说的中国是狭义的,东亚是狭义的,就是不包括内亚,长城以外一种通通不包括。 无产阶级的历史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的。在那以前,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想象中的祖先是历史教科书和文宣才能给他们发明出来的幻觉,他们没有一个具体的祖先或者是捏造的。 凡是有具体的祖先,而且能自称上等人的,他们全都来自于曾国藩时代的帝国主义走狗洋奴。共产党要打倒的也就是这批人。 而共产党人的祖先也是在这个走狗洋奴产生时期产生出了一批游士散沙和路撒失败者。我们不谈玄虚的东西,拿一个具体的标本——金刚山。 毛泽东的金刚山,有一位重要人物,他本身并不重要,如果不是跟毛泽东有关,地球上没有人会知道他,他叫王佐。 他是毛泽东出上金刚山的时候收编的当地一个土匪头目,然后国民党的以及反共的所有人都面不改善地说他是一个土匪,当然这是为了黑毛泽东顺便黑黑共产党。 但是真实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我们再把尽头倒退一下,倒退到史前十万年前,沿着印度海岸东晋的东南亚各群落已经遍布了阳子江以南,正在向阳子江以北、山东半岛和荷兰沙德地的前进。 今天杠越所在的地方,全都是东南亚人组的天下,后来他们在内亚殖民者,自称诸夏的内亚殖民者,南下的过程中间,他们建立起来的邦国或者部落联盟被称为干越,也就是干的杠野。杠这个词就这么起来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从英人在杠江流域建立盘隆城开始。盘隆城有一个重大的历史,它是内亚殖民者,第一次渗入阳子江以南,在杠越核心地带建立殖民点。 然后接着英人去了,州人、楚人、其他各路人,当然接下来就是汉人,一波一波地来,但是他们控制的范围都不超过从波阳湖平原到杠江中游。 直接了道说,就是1912年日本贷款新建的,由李列君主办的南巡铁路沿线。 中古时代、鲜卑帝国时代、南北朝时代来的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他们的路线始终是这一条。 广州沿着杠江贡到北上,沿着杨泽江东下到南巡,或者是相反,当时杨泽江口比现在短得多,所以杨泽和它正对面的金口是像浙江朝一般的广州朝来往的,是海岗。 从杨泽登陆,行着相反的路线,从江州,也就是寻阳九江,到宏都南昌。宏都是波斯人建立的城市。 因此,现代江西或者杠越的人种大际上就是这个样子,从平原区低地、杠江谷地到波阳湖平原的人种是混杂的,包括各种来源的历史上从殷商一直到满清各种不同的内亚征服者、殖民者的后裔,它等于是杠越了一个大台北地区。 在这个谷地之外,离这个谷地越远,山地就越多,直到杠南,杠越交界的地方,那就是万山重中。 然后,这些人的血统基本上是纯粹东南亚,他们人种的长相跟东南亚人是差不多的,而河谷地带的人种就是混合的。 但是这个混合程度跟所谓的北方,也就是河南山东,是不一样的。河南山东,你看它的人种以及它的手臂的长度之类的,从体制人类就看出了,他们的血统当中以通布斯人为主。 也就是说,内亚和东北亚的血统是占大多数的。这当然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是长期不断、周期性是出现无人区的地方。 无人区跟殖民主义是不同的,它不是比殖民主义更高,而是比殖民主义要差得多。殖民主义就是少数殖民主义来了,但是大多数本地还存在下去了,没有发生人口替代,只是掺了一部分进去。 而河南山东,中国本部防河中下游,是一次又一次灭绝很彻底,内亚人种和东北亚人种基本上全员替代了。 而杠越的河谷地带,即使台北外来人口其实也是少数,只是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占据了主流,本地的人其实还是占大多数的。南昌、九江、南巡铁路的地方也是这样的,所以他们是混合的。 而在此之外的,特别是南方的山地,他们是纯总的东南亚人。杠越是一个典型的殖民主义结构器。 政治上的统治者和文化上的统治者始终居于少数。而多数的原住民,因为在政治上文化的住所被歧视和被压迫的地位上,所以在同化和反抗之间选择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的。 这从语言上也可以看出来,普通话国语是1930年代国民政府定顶南京以后才利用他办的公立学校以南昌为中心。南昌是新生活运动的发源地。蒋介石在南昌建立了南昌行云。 新生活运动就是一个创造中华民族的运动,形成了一个满大人雨区。在满大人雨区周围和比较低级的线份上,平原山地交际区形成了一个杠雨区。 我们如果要追究杠雨的来源的话,发现它最早可以追究到南北朝时代的西语。换句话说,杠雨的起源是一种用方块字拼写的东南亚语言。西语当时还不能说汉语,跟洛生勇不同。洛生勇是洛阳口音。 它在建康和江州,当时还没有南昌城,因为波斯商人还没有建立红衣,当时江西的首府是在九江巡洋,江州在九江。这也是一个典型的殖民主义现象。 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西匯的殖民主义在哪里?肯定是在海岸上,英法商船停泊的地方。 同样,汉国殖民者和晋、宋、齐、梁殖民者,他的统地点在长江的口岸,再往深入的他们就深入不了了。 但是已经有像陶渊明这样的土族官员,像是黑皮肤的法国非洲军团一样,已经进入了健康朝廷,而且北来人士大夫阶级人数既少,战斗力又不咋的,在面临着更加凶悍,从内亚一波一波冲进来的新的征服者面前,他们不可避免的。 至少在警察这样的治安方面的工作,是非要依靠土族不可。陶渊明他们家就是作为在京乡大叛乱的过程当中被发掘出来的东晋朝廷的乡军。 他本来就是西狗,西是少数民族,不是人数上的少数民族,是政治上的弱势民族,说不定是他们的人数还占修士的,但是被建康朝廷的大臣像温乔这些人骂成狗。 他被骂成狗的那个时代,还说他已经领兵作战为朝廷立下的血汗功劳的时代,而那些坐在靠他保护的朝廷大官照样地把他骂成贱民和吓的人。 当然,到了他的孙辈来的,陶渊明这一代,他就移赴士大夫的镜上,当然那时候他已经不会打了。这个跟杨家这样的发展是一样的。 当然,杠人在当次的口音肯定是跟讲洛生勇的谢安这一批从洛阳逃过来的流亡者不一样。 洛生勇是建康朝廷的正统口音,不会讲洛生勇的,这些都是陈寅克先生所说的,都算贱民。 而杠人虽然他们的精英分子在朝廷分了多年,用汉字写文章也没什么问题了,留下的文献记载一个个很像是四大夫的样子,但是口音泄露了他们,北人侨姓豪族不断嘲笑他们的口音。 可见,最初的杠语是一种用汉字拼写出来的东南亚语来。 其实最初的粤语也是一样的。春秋战国时代记录下来的粤人歌,它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汉语的版本,像是《诗歌就是一首爱情诗》,粤人的版本你完全看不懂。 粤语版本是一连串表音符号的组合,用汉字来理解的话,它是零含义的。这就好像是在八十年代初中生学英语的时候,他用汉字给英语注音。 老师是提自行车的车,他们生活中只有自行车,他们不会学英语就用汉语的方式来辅助。南海是抱爷,抱住你的爷爷就是南海。 好了,汉字里面记住的越人歌就是这个样子,南北朝时代的杠语也就是这个样子。 这些杠语的残余在正统的历史和五经当中很少保存了,但是在佛经中保存了很多,因为宗教是比政治更深入民间的东西。 所以,南方系,因为佛道两教都继承了拜伙教的一部分遗产,同时又是在杠语是深入民间的,他们留下的一些经咒当中保留了很多很明显具有东南亚人、越人风格的杠语词汇。 然后,宋以后,朱熙和士大夫阶级出于跟佛教竞争基层共同体的目的,做了以前汉唐儒家从来不认为有必要做的事情。 汉唐儒家像罗马帝国的官员一样,对于他属下的行省居民是赤裸裸装殖民地来对待的。这一点现在的汉语都督根本没法理解,他们理解大部分都是错的。 他们硬是按照朝代政治,把汉唐理解跟宋明一样,其实是非常不同的东西。汉唐朝代的殖民官员对底下的人普通民众是极其冷酷性的,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全都不一样。 例如汉末、曹操时代的士大夫动不动在底层民众信了外来宗教,这些外来宗教也是有内亚色彩、天使道之类的。杀起人是像对敌人一样的,像春秋战国时代或者蒙古人那样对待敌人一样,几十万人头筑成金官。这样的事情在宋代以后就不出现了。 宋代以后的儒家官员一般来说是要强调,他跟本地老百姓是一家,虽然这一点参随的称呼很大,但是他们不敢做这种肆无忌惮的事情。 而汉唐的士大夫、地方统治者、太索之类的,是公然地像罗马太索一样把刑审居民当作敌人来对待的。 这个差别就是在于,在南宋时代,北宋开始提倡,南宋时代真正开始普及起来的,儒家士大夫感到了佛教要控制了整个基层的危险性。 所以一方面,他们在理论上吸收儒家本来没有的玄学思想,创造新儒学,一方面在基层共同体上按照男性家长制的风格重整基层共同体, 试图一方面跟佛教竞争,一方面实行实质殖民,汉唐的殖民是象征性的殖民。我用下面的比例就可以说明白,英国殖民者通常是只控制沿海的,跟几个部落酋长的代理人,内地的酋长对女王的关系是纯属相似性的。 但是英国人走来后,宣布独立的尼日利亚或者各殖民地政府,名义上是独立政府,实际上是从英国人那里学了一些洋货的沿海部落的酋长子弟和精英阶级组成的。 他们把从英国人那里或者是从法国人那里学到的东西用来对内地其实在英法时代还只是象征性管理的部落进行实质统治。 从内地的部落来看,这些人还是真正殖民者的,英国人和法国道义上是保护人的,而南印度跟印度国大党的关系也是这样的。 所以南印度人坚持是用英语,死也不用印地语。南苏丹跟孔治北苏丹的阿拉伯人也是这种关系的,朱熙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这种二次殖民。 针对的人口恐怕大多数都是在汉唐时代顶多有点象征性统治的,其实还维持了原有越人生活方式和多神教信仰的三地部落,实行认真的儒化。 这个就要涉及习惯法的冲突了。因为儒家对佛教不满意,因为佛教本来就是内亚来的,尽管他跟拜伙教下面是退化版,也吸收和存留了很多原先在儒家看来是怪异乱神的,秦始皇第一个又看不顺眼,后来汉武更看不顺眼的那些习惯法。 这些习惯法已经在儒化的过程中被消灭得七七八八了,但是有一些痕迹还得从儒生骂什么话中留下来了,就是说,他们好像女权的程度,像大多数部落一样,女权的程度是比较高。 女子在出嫁以后,在原先的部落还有继承权,往往还会干涉原来部落的财产事务甚至政治事务。这一点就让人非常不能容忍了。 儒家小乌鲁廷的原则是要讲男性家长制,其普及的过程跟禅族在一起。尽管禅族在汉堂士大夫看来根本就是岂有此理、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就算有人也是极少数依朗无女为了他们的职业方面、为了当红歌星方面搞出来的东西。 普通妇女根本没有必要搞,而且搞起还有一点杀风败俗的嫌疑,却被朱熙和后来的宋儒当作是儒家正统而推行的。这其中肯定有包含着弱化土族妇女和消灭土族文化的动力在里面。 反佛教和反银石是宋明士大夫在杠越实行的主要政策。杠语在这个时候进一步的汉化和扭曲了,但是它仍然跟官化无论是明的南京官化还是清的满大人有很大的不同。 按人口来说的话,他们应该是晚清时期杠越人口最多的族群。他们几乎纯粹是东南亚人,但是文化上已经被殖民了一半过去了。 尤其是儒家通过他们的家族把部落扭曲成为家族,把原先在男与两性之间分配的比较平均的权力集中到男性家长手里面,改变了他的部落结构。 然后是更深。更深的山地就有两种人,俗藩和生藩。按照台湾的说法就是俗藩和生藩。 俗藩是已经有了一点点汉语,但是它还保证着原有部落组织,你也不能真正管得住它,但是还是可以从它来捞到不少钱。生藩就是完全管不住的人。 后来在清朝中,在明清之变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费拉门一如既往不能打仗,就是波阳湖平原区和杠交口去的人不战而降了。 但是杠南和杠州三地人自己原有的传传比较强,他们以反清复明的名义打了几仗。这个反清复明跟苏格兰高地人拥护斯特亚特王朝一样,并不认真。 主要就是,他们看出明清一代的机会可以使他们把士大夫官僚赶出去。至于现在已经失去权力的永立皇帝,他们拥护不拥护只是一个民意上的问题。 苏格兰高地何尝拥护过法国人,让法国人和斯特亚特王朝真真真统治过?只不过奥兰治王朝来的时候,他们打释出斯特亚特王朝的旗号,显得政治更正确一点而已。 然后,他们再度被征服以后,满洲皇帝发现,在这个殖民地地区比较好统治的是那些,虽然口图上怀念民国,但实际上根本没有战斗力,只能依靠满人来保护他们的士大夫。 这个逻辑其实跟共产党发现他们的树敌国民党比较好对付,而民进党不那么好对付到底是一样的。 从理论上讲,民进党跟共产党是没仇的,国民党是有仇的,但是失去权力的国民党如果不靠共产党是玩不赚的,而民进党好像可以不靠共产党玩不赚,所以这两个理论上的仇敌反而比较容易合得来。 所以,清朝中叶以后就开始实行所谓的满汉联合迫害本土土足的政策。清朝皇帝允许汉家士大夫、民国士大夫在实际行动对清朝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之下,感情上、著作上象征性地哭一哭民朝皇帝,表示他们很怀念崇祯皇帝的样子。 这个没有什么,出于统战目的,康熙皇帝也可以送一块铁给朱元璋,自农藏送,对于死人说点好话算得叫什么?这个道理跟共产党纪念抗日战争是一样的,跟顾特尔容忍国粉的道理是一样的。 容忍国粉就可以去打击台湾人,而同时管好分纪,让你不要把怀战国民党的感情用过来后用过来反对我们共产党。 因此,清朝中叶以后在杠越的统治变成这种模式,自称名人或者汉人的费拉士大夫在武力上依靠满蒙殖民者,然后满蒙殖民者利用他们在文化上的力量和主见社会共同的力量去打击生藩和俗藩,对他们进行进一步儒化,而不是满化。 满化是不必要的。你只要把蛮族儒化了,那么他们肯定会乖乖跪在满人面前,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抵抗力了,不投降满人投降谁呢。 但是他们如果不儒化,还继续蛮族下去,那么满人民和任何人都要让他们无比的头疼,所以儒化很好。 这个逻辑跟共产党讲中华文化一样,你不能按照历史真相其下的逻辑去指出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来的殖民者,共产党自古也就不坏中华文化,满洲人赐民人的贞负者,这些你考虑出来的批评意识也没有,政治需要是按照上述的方式相互展开的。 在这个过程中间,聚于弱势的土族就要寻找各种方法来使自己在意识形态获得正常性,客家族的神话就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 尽管客家族坚持他们是汉唐的后裔,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历史是在清朝中叶开始的。客家族从他们的什么习古葬那种诸如此类的习俗来看,很明显是东南亚的高山区居民,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最高,所以被征服或者面临被征服的危险是最晚的,所以接受降奴的习俗和征服的统治是最晚的,因此他们一直被歧视。 洪秀全起兵和后来我们看到的毛泽东在杠篮,很大程度上都依靠了所谓的土刻矛盾,客家通常是被压迫者,所以他们特别容易造反。 被压迫者的事实就表明,他们根本不可能是汉唐的士达夫人的后裔。 你能想象马英九的儿子是一个被压迫者吗?他有可能住在山上做殿户去租山下地主的土兵吗? 那他为什么住在山上的高地人会自称是汉唐后裔呢?台湾没有出现这种事情,是因为台湾一开始就跟西方传教士和日本人接触,他有更好的审法可以利用。 而杠越高地人的问题是,他们四面八方都被满人和汉人包围了,他们找不到更好的审法。不是满就是汉,而他们没有办法支撑为满人的。 巴奇的因为设计良想问题,谁是巴奇谁不是巴奇是很清楚的,而费拉汉是编户齐林而已,要贸认是很容易的。贸认当然只是跟压迫者一样,那不能算负,我们要比压迫者更高贵。 你说你们是民国士大夫的后裔,朱元璋能有唐太宗和汉武帝高贵吗?我们是唐太宗和汉武帝的后裔,我们自己发明一个客家人。 我们要注意,客家人不是一种,不同、越、贵、香港各省的客家人之间的关系,像印度尼西亚各部署的关系,或者像台湾所谓的高山主。 客家人这个概念跟高山主是一样的。你要问凯达格兰或者希拉雅人是不是高山主,他说高山主这个车是你们外来人给他们发明出来了。 其实我们是希拉雅人,我们跟其他什么时候的格马兰人其实不是一族,你们会要说我们全是高山主,那就是你们怎么说出来的呢?你们会要政治方面编的族? 客家人也一样的。客家人具体的情乐跟希拉雅人差不到多少,都是一个山谷一个山谷的小群的,他们都是东南亚人没错,但是他们不能说是同一个政治民族。 客家人这个概念是在客家人作为被压迫者和弱势者,同时要跟满洲帝国和平原儒家士大夫做斗争的过程当中,在斗争过程中间主要是被敌人发明出来的。 好吧,我们要讲的王佐就是一个客家人,而且还是穷人。客家人当中的穷人是比较多的,因为他们尽管自称出身汉堂,儒家士大夫的学问是不通的,他们的精英阶级很少,而且也不怎么通儒家文化。 这就是说你很难当成帝主。经济意义上的帝主相生,政治上的官僚和文化上的士大夫是三位一体的,你如果读书读得不好,做不了官,你当帝主是不容易当得住的。 也就是说,土地跟其他财产不一样,土地作为财产跟佛财不一样,它的政治性是格外的强,跟社会关系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如果你不是士大夫,你就算有土地也很容易被人夺走。说白了就是这样。反过来,即使你本来没有土地,你只要读书读得多能够做官,土地自然会来的。 所以客家人的地主是特别少的,他们特别容易变成殿户。王佐他们家就是这样的,他们家自古也在贫穷。读书只在诗书读了三年,然后他又出去当裁讽了。 他各地当裁讽的过程中间,跟有钱人家做衣服,所以揭持了不少有钱人家,同时知道天下已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事。 然后,这时土匪已经开始兴起,当地产生了一个大土匪,擅长雕阳。雕阳这个车跟散干的所谓的肉票是一个意思,就是抓有钱人来绑票,勒索赎金。 他看到这个雕阳的前途很好,于是做彩虹并没有什么前途,再加上客家人作为被排在社会之外的蛮族,对于使用武力的心理禁忌就比较少了,于是他也就自己落草为寇,上山当着强盗。 但是当强盗,他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他的环境比较封闭,他就像阿富汗战争爆坏前阿富汗酋长一样,本身是相对于至少比平原的费拉斯大夫相比起来的话是比较能打的蛮族,也只有一些土质兵器,闹不大的。 但是苏联人一来、美国人一来、本拉登一来,阿富汗一旦变成了焦点,外来的先进武器必须流入了,然后北伐以后,外来的先进武器开始流入。 但是接触了他的阶级是比较晚的。他作为一个实际的人,想方设法想得多捞几杆洋强,于是他就找了上了当地一位党军的在乡军官。 这位在乡军官他是家里面比较有钱的,读过中等教育,后来北伐时期他就跑到广州去跟国民党分了一阵子,接受了国民党军事教育,但是因为他的家里面还有一些田团,他叫尹道一。 在王朵需要枪那时,他就持官回枪了。他在广州有关系,接受过新式教育和现代军事教育,他弄的枪是很不成问题的,于是王朵就向他买枪。 不是直接买,而是所谓的斯科特那种道义经济学。你想在阿富汗搞市场经济,像在美国那样,枪店直接脑袋卖枪,一分钱也分货,那是可耐的事情。 枪是战略物资,你不要以为你有钱就能买到枪,你拿着枪来杀我怎么买?那是要有关系的。 就是说,我认为你是信的过了人,我再肯卖给你。卖的过程中间也不能说是,我交了钱我就不欠你了,你在美国买枪,你交了钱以后你肯定不欠他了。 而是,如果在阿富汗或者在杠南有人卖给你枪,你买到枪,那你是欠人家人情的。台湾买的美国武器就是欠美国人情的,不信你,没有美国你到别的地方去买,你试试看。 但是,美国人在美国枪见你买枪,他根本不欠枪见老板的人情。没有你这个老板,你以为我在别的地方买不到啊,一样的,市场行为而已,那是两种不同的事情。 他买枪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肯定至少有一部分是他当强盗、绑票得到的。 而我们这位党军军官小时候读了圣贤书,长大了受了西方新式教育,作为职业生涯,学的是三民主义。 那么我们要问他,他小学时候学的孔孟之道,有没有允许他从肉票身上拿钱子呢?在中学的时候接受了西方教育,有不允许他跟强盗、分章? 他做官的时候接受了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教导他应该从绑票当中拿钱吗?还是蒋介石总是历史是不是教导他呢? 但他就是这么做的。他之所以这么做的是,因为在当地混乱当场的东西大家都有点不干净。 比如说,美国人要到叙利亚去找一个民主的代理人,那他是找不到的。民主军、自由军和各种联军的军官多半都是引到一这种人,他们多多少少有点不干净,但是你还是要找他。 因为他比王左要好一点嘛,王左知道什么叫三民主义了。一个人知道点三民主义,同时还在保护打劫的强盗分红。 这种人就比A不知道三民主义,B知道三民主义但反对三民主义,同时照样打劫的人要好得多,对不对? 你只能在两者之中选择。你想要找的那些纯洁的干部和军官,对不起,在当地是不存在的。 然后双方的关系就如上所述地展开。同时,各种不同的宗族部落矛盾,客家人是一个系列,他的宗族是纯部落性的。 而俗藩,萧家,尹道一还有一个小朋友姓萧,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是俗藩的出身。他的宗族是半渡半蛮族性者,总之在当地也是强中。 萧道一是比较汉化的,但是他也有一些土地和家族,两个人家族在当地也是联盟,又跟其他的各家族各种合纵连横博弈起来。 大家都需要在外界找靠散,就像阿富汗军阀希望从本拉登、从伊斯兰国、从美国和俄国那里搞些靠散那样。 因此,蒋介石在南京稳定的政策,派他一个叫姓牛的团长出来整顿江西南部的秩序。 这位团长调查的一番意思说是,从党国的利益出发,杠栏的情况太混乱了,简直是个强调横行的地方。但是我也没有力量,我手中只有一个团。一个团的兵要整个这么一块是不可能的,我要利用当地的土豪,派谁谁谁当保安团长,分片和承包,把当地的秩序搞出来。 看来,本地的人当中受过三民主义教育的人又有军事经验的人不是很多,这个引刀一看来是可用之材。 我把它来教语一下,用蒋总司令的武器和孙文的教语一下说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可以任命把你的私家军队转阵在南京登记一下,把你登记为本地保安团的团长。 但是条件是,你要把本地的资安搞好。例如,你那个名叫王佐的好朋友显然是当地的江洋大盗,你要顺着他的意思去搞下去的话,我秉明蒋总司令带大兵来搅你。 如果你把他搅了,把当地的资安给评论下来,我秉明蒋委员长,让你当资安团长,今后你就是国军自己的人了,合法辅证,你本来是鉴于黑道和白道之间的人物,我念你当年在黄埔军混过的一阵子,给你这个前途,你自己选。 其实美国人和俄国人的阿富汗也是这样的,他用那些军阀必然也干过各种不符合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共产党主价值观的事情,但是你只要为我去打击了反美的或者反罗其他的军阀,我是可以睁眼闭眼的。 然后肯定就有纽约左派文人写书说,你他妈的美国人你俗子了什么烂货呀,你吴廷燕还不符。实际上,这些人已经是美国人能够找到最好的人了。 于是,王佐曾经叫他尹大哥,于是就做出了电影《投名状》中未来的马总督马兴怡曾经做过的那个选择。 这一点并不奇怪,他决定投靠国府,然后他就带兵去缴王佐。王佐当然是一气非同小可,但是他打不过,他就只有进一步逃往更高的深山里面,但是对方也未能把他赶进杀绝,因为当地的地形实在太复杂了。 而且,他虽然做了保安团团团长,本地的其他跟他作对的豪族并不真正服他,他还要忙着跟那些豪族做部落斗争,不可能全心全意来对付王佐之友的。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朱德是在南昌南下广都的过程中在山头打了败仗,垮下来,而毛泽东是在秋收起义的时候打了败仗,垮下来,带着他的残兵败将一路逃上了井冈山。 这时,王佐和领刀一日命运就发生了变化。而后来的历史把这些事情全部放在毛泽东头上,像余英石这样的大学者说周文来,先期暴契归张储,晚节全沟赚大庭。 这是把周文来当作一个士大夫,而把毛泽东当作江湖草莽出身的皇帝。当然,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他的事业局限为东亚的结果。 后来他们风化了和毛泽东,说毛泽东招安了土匪。你呀,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国军说你是共匪,哈哈哈哈,果然没有说错,对不对? 但是实际情况不是那么简单。毛泽东就算是名义上的头领,但是实际上他自己也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枪毙的人。 共产党的结果是这样的,布尔随可原来没有兵的,用的是朱科夫这样的撒谎旧军官。 但是正如托勒斯基所指出来了,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军事专家,意思就是出生于资产阶级的军事家庭,在沙皇时代受过军事教育的人。这些人是布尔随可阶级敌人哦,但我们不用不行,我们会打仗吗?我们不会。 我们只有派布尔随可政委监视他,随时枪毙他,当然就要发动无产阶级了。布尔随可政委自己又不可以打仗,他枪毙了这个军官吗?如果军官能够控制了士兵,他枪毙不了的。 所以我们就要削减军官对士兵的权威。通过士兵委员会以后,政委直接领导,士兵负责监视军官。军官一有不稳的迹象,士兵就向政委告密。 政委和无产阶级的士兵形成联盟,随时枪毙自产阶级军官,但是只有自产阶级军官才有军事技术。无产阶级的士兵和无产阶级的政委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委都没有军事技术。 所以就形成这种,照资产阶级的军阶来说是极其荒谬的结构。这支军队内部相互残杀的愿望比他们打敌人的愿望还要强得多。如果打了败仗的话,他们谁相比谁,那是说不准的事。 但是无论如何,主要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核心交通网、彼得堡和莫斯科交通网和主要的重工业基地的缘故,所以他还是打赢了。 然后,他把这种模式普及到东方来。毛泽东,照斯大林同志的看法,就是一个游击英雄。妈的游击英雄,我老人家本人在内战时期成百上千的枪毙。 这些人各个都为党地下的大功,但是因为脚鸥不信,江湖、草毛息息太重。我们招安这些人是因为你出生不是资产阶级,嫉妒资产阶级的军官,所以可以唯我所用。 但是你不守积蓄地,我还是他面不改善的枪毙。我枪毙了多少人?你压一个毛泽东,你压一个叶廷,你算老几。我枪毙不老几。 毛泽东当时就出来的这种状态。共产国际在他身边安置了另外一个,出生比他正,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在欧洲就加入了共产国际,懂得几句法文、德文和阳文。 而毛泽东他老人,一个在那儿都不懂。真正匪谍何长工,他的名字叫何长工。 毛泽东和何长工的关系就是江湖、草莫游击队长和郑伟和士大林之间的关系。 共产国际,包括中国共产党,真正信任的长弓,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是名义上的领袖,他一辈子都想用梁山好汉的方式来招募上去,是由我那种人。 这确实是他想做的,但是他直到死都没能够做到这一点。实权并不在他手里面,资源不在他手里面。 首先是至关紧要的,电台之类的交通线路不在他手里面,其实是真正能控制军队的,苏联拿手好戏的情报部门不在他手里面。 军事物资,他要靠自己的话,能搞到一些缩标,还能从地主老台家里面打出一些银元宝来。但是枪、真正的火器是斯大林同志筹办的,没有和尚公同志还是弄不到手的。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一开始就是这两种成分之间相持不下的结果。毛泽东自死之中,到死还在跟周元老他们做斗争。 他们到了紧张站的时候,双方都起了作用。在寻找谁是无产阶级和依靠力量的时候,在匪谍系看来,阿富汗的伊斯兰军阀哪有一个进部分子? 美国人也十分正确地认为,阿富汗军阀和部落组长中间哪有一个是自由民主分子的?上级领导说了,你给我找几个自由民主分子出来,或者是给我找几个进步分子出来?你不能说上级领导不对,我硬着头皮,烂苹果里面挑好屁股,看谁最像了。 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费脸是英雄,他在王佐这个江湖好汉身上看到了他自己,他就觉得,如果我是无产阶级,王佐应该也是吧,王佐最好了。 何尚公觉得,这家伙比起读三民主义,虽然不讲共产主义,但是至少是讲三民主义的引刀一响米来的话,显然像个更坏的流氓无产者。 三民主义者,虽然不是共产主义,但是是进步主义者,是没问题的吧。进步主义者进一步提高觉悟以后,不是就是可以变成共产主义者的吗? 一个唯利是图的强盗,你怎么能只让强盗变成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呢?但是双方的竞争当中,毛泽东站了上方,因为尹道一刚刚拿了国军的钱,正在得意洋洋。 同时,他凭着这笔钱和这笔枪在当地的政治剩下动地位有所上升,他认为共产党已经是失败者了。他的眼界也很有限,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广州,他不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莫斯科手里面的亏裂。 他认为共产党在蒋介石清兰上已经输掉了,我他妈的凭什么要跟着书家走呢?于是,他拒绝了和尚公统治的招揽,于是毛泽东就这么赢了。 毛泽东的赢,一辈子的胜利都是依靠敌人的失败而不是自己的胜利。而敌人失败可怜的原因就是因为东亚挖地的水准实在是太低,任何一个外来殖民用他们的高标准,他们的最低标准,他们的地板都要超过东亚的天花板。 所以他们的最低标准,在东亚都会找不出人来。于是,你不得不去按照毛泽东自己的低标准,像朱德同志说那样,找烂人这件事情只有要交给毛泽东同志。于是,他们就招募了王佐,但是布尔什维克帖子的纪律和江湖好汉的阶级本能必然要发生冲突。 同时,布尔什维克郑委让他们习惯的的话认为,王佐这个人信不过,他手下的无产阶级说明才越过王佐去找他手下的无产阶级士兵,何昌公自己到了王佐部队去发动他自己的无产阶级士兵,而且还发动了共产党的匪谍特长。 把王佐身边的人,包括他妈妈的三星六气什么的,套出话来,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江湖好汉有什么情报能力,有什么保密意识。 很快他就发现,王佐的敌人就是永道一。要把王佐控制住,首先要取信于他,杀了永道一。永道一不过是王团党,他们有做先进武器。 我们在仪式遭遇上,杀掉永道一,提着永道一的头颅去见王佐。王佐按照江湖好汉的规矩来看,哎呀,背叛我的人被我杀了,你真是照江湖好汉的规矩来说,再造之恩,我服你了。我姓王佐,我的脑袋卖给你们共产党了。于是就把部队交了出来。 然后交了出来以后,向英同志和其他成义同志和其他好布尔什维克就开始对他,当然也不包括对毛泽东同志进行各种布尔什维克教育,要教育你们。 你们客家人之所以倒霉是因为你们是无产阶级,害你们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而客家人根据他们部落的生活经验来觉得,这一套理论跟他们经历的现实好像差得十八千里,表示并不是很信仰的样子。 同时,他们既不懂俄文,也不懂德文,而且说实话的中文也不这么懂。所谓的中文当然就是新文化运动家发明出来的这种报刊百话文,他也是不大能看得懂的。他如果能够看得懂,谁会赚得差不多。 总之是,既看不懂也不相信,让人觉得简直是不堪教育。毛泽东同志给向英同志和其他教育家也留下了同样的印象。 于是,在布尔什维克核心学院内部会议上,向英同志就发言说,毛泽东是一个富农分子,典型的小子上接近。 他一看马克思主义的正典著作就要打哈欠,一讲起水浮传三国的那个津津乐道,而且他总是给那些不正经的江湖人物打交道,而给我们阵营党员开会的时候哈欠连天,或者总是说风量话。 我看这个人是个阶级异议分子,富农分子我们应该以枪毙为主改造为辅民。王佐得到的评价是完全相同的,于是党就决定派彭德怀去枪毙他。 这个作法对于党来说,党枪毙的类似人物那不知道有多少,小意思一个。于是彭德怀就执行任务,包围了王佐的部队把他枪毙了。 这枪毙立刻离起来的可怕的反应。王佐还有一些七弟、七弟、表舅之类的同样是客家人倾裁在他的原有的部队里面,于是这些人立刻就通电拥护国民党,把井冈山交给了国军。 然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跟着国民党跑到了台湾,一路变成了反共意识。如果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话,这种现象显得是无法解释。 而他们之所以变成反共意识的原因,跟王佐变成了无产阶级英雄的原因是完全一样的。王佐变成了无产阶级,完全是因为何昌公替他宰了他的仇人影,背叛了他的影道医,而王佐的那些亲戚之所以变成反共意识,完全是因为共产党杀了他们的亲戚王佐。 这些事情也就是在西西里岛和黑山发生的事情。黑山的共产党人简直跟王佐太相似了,跟阿富汗的共产党人也差不了很多。 他们加入共产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家族被人迫害,而他们的敌人是塞尔维亚王国派来的当地军阀或者吐槽,因此他们因为塞尔维亚王国的缘故就拥护了共产党,他们的共产党是实际上禁止而已。 这给毛泽东来说并不真正介意,毛泽东其实有机会的话,他是愿意当军阀的,只是布尔什维克的纪律和物质把他管得太实了,他没有这个机会。 他虽然得不到洋枪和组织,但还是干了很多方向走板的事情。 例如,他把他的党支部变成了,按照共产党内部的话,变成了毛氏宗旨。布尔什维克最讲究的是五湖四海,你有没有一点组织进去?你是想来闹革命呢,还是借革命的名利要办一支毛家乡军?你到底是马克思列宁的门徒还是曾国藩的门徒?这都是很多问题的事情。 所以,如果不是我们敬爱的蒋介石一再救他,第一次救他是因为蒋介石打过来了,共产党还来不及杀他。如果蒋介石不来打他,再过三五年的话,他肯定被共产党杀掉了。 蒋介石一打,共产党杀人和活外人的工作就被捞乱了,后来蒋介石就认了他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各种方法把他抬聚起来了。 蒋介石一打,但是有些事情他还能管理由打土豪,这件事情确实跟两三好汉干的差不多。打土豪得到了银元,他自己私村的一部分,跟毛泽团他们在长征领组之前还在树洞里埋了一批,好像是准备有朝一日回家当乡军,继续搞乡渡运动的时候可以从这些洞里面挖出银元和采访来。 这些事情在老布尔斯维克当中是有流传的,所以直到五十年代,公安部还专门派去找这些银元,直到我小的时候还流传着毛泽东留下的地主老财采访,就像埃伦坡小说描写的那样,美国人在寻找海盗黑胡子在美国东海的地方采访那样,去找毛泽东买上的这些采访。 当然,这件事情是死无对证,共产党也没有能够抓到他的铁证,如果抓到铁证的话,找到就枪毁他了。 但是江湖流传,众口拙作,传部的如此之远,大概也不是空邪来户,而且他跟毛泽东的性格太一致了,多半就是他能在干出来的。 当然,你也可以想象,毛泽东对于随时有可能枪毙他的和尚公。当时党命令彭德怀杀掉王佐的时候,毛泽东是瞒着毛泽东的,当然也是估计了毛泽东这种靠不住的富农分子很可能出于阶级本事,通风暴行,让王佐是不是跑了。 毛泽东后来听说王佐被杀,酷死忽悲,顿死非常不雷愤,觉得不知道哪个人就杀了我头上了。 而对于理论上,是他同事,跟他一起打国民党,一直到建国以后,共产党打跑了国民党以后,当地质部长,主持满洲重工以后又当地质部长,何昌公,却是极其冷酷。 何昌公在党史上留下了两封信,一封信是必要抱怨说:"你们在北京开党代表会议,我这个老革命啊,无数像李吉森这样的反革命分子都到北京去开会给毛泽东去握手了,而你们竟然没有让我当党来。 他不是自己写的,是他说是他一个同事写的,说是这样一个老革命连代表的当不上是不是有点问题?"毛泽东自知不理。 后来在文革时期,他落到红维兵器手里面,又愤怒地写了一封信,这一次他已经什么都丢光了,也不用耍花牙刀了,写信给他说:"我在井冈三世代就受毛主席熏陶教育。几十年熏陶教育下来,难道熏陶不是一个环党分子吗?" 毛泽东这个照样是不理不睬。当然,我完全理解毛泽东。我敢说,我对毛泽东的理解比余英识更多,比毛新宇和邵华更多,更比那些两头真脑子干什么更多。 我完全理解毛泽东这个具有相当女性色彩的人的内心深处。妈的,我如果办到的话,我早把你们这些可恶的人全部杀光了,而我居然还没有能力杀掉你,还得让你们最大的头头外额的周恩来 自然死亡,而我能够做的事情只能悄悄给他死坏。想方说的话,耽误他的治疗,让他去多次中药。我既然不能把他名证点醒,我好窝囊呀。 对于你,你这个混蛋混蛋混蛋,至少三十六次想要枪毙我的老布尔什维克,妈的,我不能废掉共产党,自己建立毛家王朝都是你们害的。我现在还搞不到你,而我已经老了,自己也快要死了,也没有尽力来搞死你的。 我至少也要说死红卫兵,好好折磨折磨你,亏你还有点在找我。你难道不知道我派你去地质部什么意思吗?你当初在满洲搞重工业,是因为你们老布尔什维克跟陈云一样搞苏联的计划经济有一手,而我老人在江湖还是他妈的完全不会。我至少是想当皇帝的人,在这时候我会靠你不可。 但是,斯大林已经死了,我已经磕死了,我决裂了,也就是让你靠边站了,你们还不知趣。我派你去地质部,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剥夺你的军权,剥夺你的事情,让你给资产阶级专家打交道。地质部是什么地方?是牛鬼设计的地方,是资产阶级专家部。我把你送到那里去的意思就是,在文革时期把你交给红卫兵是一个意思,交给群众就是整你的意思。整人有一个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把你交给你的敌人,让你的敌人来折磨你。你们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老布尔·史维克才是资产阶级,也就是国民党系专家和北洋系专家的阶级敌人,而我只是个投机分子。我借助你们斗争的过程中,给自己混了一个准房地一档的,但是我也没有能力把任何一方简离杀绝,我要整老布尔·史维克就把他交给资产阶级专家。反过来,我要整资产阶级专家就把他们交给老布尔·史维克。 我把你们送到地址部去,就是让你受这些资产阶级专家的折磨的。他们跟你可是有阶级仇恨了,他们的父亲祖父是被你们当反革命杀掉的,他们自己在国民党当权的时候也是狠狠地杀过你们留在家里面的老婆孩子和其他三亲六亲的时候,你们是有血仇的哦,你们好发折腾气吗?你们这一对仇人在地址部好发折腾气吗? 好,这下我查一下,地址部我不较了解,因为我爸爸就是地址部,现在叫国土资源部,当时就是地址部,而他也是资产阶级专家当中的小跟班一级。 他算资产阶级专家有点太夸张了,但他算资产阶级专家小跟班没问题,因为他的头头唠叨。 第一号头头唠叨,胡适之我的朋友丁文江是地址部的创始人,地址部是从国民党的国土资源部脱胎而来的大学伐和资源主管人丁文江。 他的两位左膀右臂,第一位毛泽东亲近的战犯翁文浩跑到台湾去了,第二号张宏昭因为患来,身体不好,留在北京不柔,大多数专家是他们的级别培养出来的。 还有另一位另类,李世光。李世光比较另类,因为他是民国时代、蒋介石时代的民科。他本来是留学生,只是家里比较穷。 按正途写点文章做点贡献,丁文章也是愿意提罢他的。丁文章给他搞了房材,搞了很多钱,因为他是学乏。 在丁文章将看来,他跟翁文浩他们一样都是自己手下的小弟,是要照顾的,但是你不能跃到大哥头上来。 但是他老人家穷极了,比较方向走板,他不肯按照慢悠悠的学术道路去走,他搞起了民歌。这是现在所谓的李世光理论,包括被新中国推陈发明了大庆油田什么什么沉积盆提诸如此类的专家理论。 但是我直接耳朵说吧,这个东西在当时的帝国主义地质学界看来就是今天的量子通信,是一个穷疯了的无产阶级学者,为了骗钱,想在蒋介石和其他外行的地方。 骗钱,捏造出来的事实而非的骗经费理论,比较正态的学乏,向丁文浩他们就决定,这家伙靠不住,我们必须压一下他,李世光感到愤怒。 他在丁文浩死的时候不敢说,还要发表文章来纪念丁文浩,因为当时弟子学界的学乏还是丁文浩的嫡系部队。 温文浩他们惹不起,但是他压制了几十年,判星星判位那样终于判到蒋介石倒台。 哈哈哈哈,你们靠山倒台了,你们现在政治上挺不起来,你们那些大佬温文浩现在已经跑到台湾去了,现在你们私通蒋介石的嫌疑很重哦,我可以向共产党告密,说你们都是蒋介石的特务。 这一点没有其能通,因为毛泽东和匪谍那些字节有仇,所以并不打算把这些反动专家斩离杀局,而且地质部门需要真正懂技术的人,也不能把他们全部杀光。 但是张宏钊看到李世光同志在批斗会上,这叫团结大会上,口莫横徽地骂他过去的恩人丁文浩如何反动的时候,就仰天长大说,政治太可怕了,政治太可怕了,然后他就一病不起,在1951年的北京隆重去世了。 我们可以文学地想象一下,如果他没有被可怕的叛徒李世光恐吓一下的话,他可能死得不那么快。 而地质学界的老专家一般都认为,这位真正有之真才学人是被万恶的明克李世光害死的。 李世光就是一个投机分子,靠着共产党把他那些明克理论附证了,使得后来的地质大学人不得不学他的地质理论,而他们因此做出的鬼脸。 就像是苏联遗传学家不得不学习李生科理论做的鬼脸。但是,故事进入八十年代后又有了全新的发展。 广大的启蒙知识分子在胡耀邦同志的带领之下只知道共产党迫害科学家。 不知道共产党迫害科学家是因为科学家出生资产阶级的缘故,而且也以为所有科学家都是被迫害的,包括李世光在内。 然后,这八十年代的作风要给科学家平缓。要不他们说这是林彪四方的受害者,就把秦敬瑞和李世光都说成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和伟大的新中国独立科学建设的英雄人物。 就把他们捧起来,写了很多泼泼文章,说他们是新一代科学青年的学习楷模。于是,真正地质部的内行又第二次做起了更大的鬼脸,因为他们完全知道这是光什么角色。 顺便说一句,尽管毛派也是迫害很多科学家的,但是陈敬瑞还真的不是被江青上迫害的。江青听说陈敬瑞以后,还亲自关牌过批准,下批条给他改善各种物质代理。 陈敬瑞是一个真正不关心政治人,跟陈敬瑞不一样,迫害他认为是他本单位的领导和嫉妒他得到特殊待遇的。那些人认为,你怎么得到更多待遇,难道不是共产主义讲究他的平等吗?他不考虑你有什么毛贡献,你再有贡献,结果还要江青这样的上级领导出来,才能给他落实待遇。 当然,他是不关心政治人,江青倒台以后,邓小平和胡耀邦给他落实了更多的待遇,他也是照样接受的。 但是围绕他编造出来的所有神话也是岂有次第的东西。八十年代的神话从真实性方面来讲,比五十年代的神话还要更差一些。 因为双方尽管在政治上是敌人,但他们编造神话的目的都是政治性的。而八十年代的人因为距离当时已经有了一段距离,了解的信息更少,所以编的反正是更加离谱。 历史真相长的人其实不但没有恢复真相,反而用新的神话把原来的神话中间缠余的一点真相都给搞乱了。这就是他们的理想法的真实作用。 好吧,毛泽东同志派和尚工同志去那是什么,就是让你们去互相折磨的。当时施大林同志还活着,施大林同志的势力还比较大,他整你只能整到这个程度,只能让你当当部长,虽然他是很想整事你的。 直到施大林同志到贺鲁晓和柏雷的问题后来完全管不住了,我就直接把你交给红卑冰了。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对他自己部队内和杠南党组织之内部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看法,而他自己一直被这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看似的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而是一个赴诺同志。 然而冤灾亡也,因为他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所以所有共产主义受害者,以及根本不是共产主义受害者或者任何主义受害者,只是因为你生在东亚洼地,像大明国、大清国、大宋国时代所有倒霉人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必然要受害的那些害者,于是就兜头一泼脏水,全算了你头上了。 于是,虽然毛泽东本人是个十恶伯社的坏人,但是说老实话,泼到他头上的脏水,也有很多是跟他一样坏甚至比他更坏的人,因为他最有应格的德匹下,然后把怨心的话摘到他头上来了。 还有很多是海外不明真相的人,把所有跟共产党有关的事情都拿出来走掉。例如像余英时提出的那种梁山理论,王佐这个人就是梁山理论的一个现成的证明,也就是这样的。 好吧,现在事情过了几十年,第一波是文革后期。由于毛泽东同志的破坏和国际形势的演化,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打下的这一套能够监视大多数居民的体系崩溃了。 这套体系对毛泽东本人很有威胁,所以毛泽东满足于把他搞垮,即使建立不起自己的体系,把敌人体系搞垮也好。于是,各路以照盘坏为处的武装产生了。 我们要注意,这些武装很多是由黑武队引导的。因为黑武队在周恩来专政和布尔什维克专政时期是被压迫的人,而他们就是旧精英阶级出身人,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一点半号都有,所以自然就形成了紧张的对抗状态。 然后一看敌人倒霉的话,当时他们无法打别人的气候,就打着毛泽东的气候,像运罗克一样起来,主持了各种战斗队。 保皇派往往是老布尔什维克人,而造反派往往是蒋介石时代的资产阶级子弟留下人,他们打着毛泽东的气候。 其实这也没错,因为毛泽东跟周恩来相比起来,毛泽东反正是更接近于蒋介石而不接近于老布尔什维克人物。他们制造的结果,与其说是他们本人得力,他们有很多并没有得力,而是相互武斗打死,或者野心也不见得能够成功,但他们制造出来的是一片无政府主义的真空,各个有野心的小头母纷纷崛起。 这次的关键就是物资问题。归根结底,一切意识形态的斗争,意识形态到最后都是不管用的,还是凭物资。你们能从军队的仓库里面奋到或者抢到。 造反派一般是靠墙,保皇派一般是靠人民解放军,因为人民解放军是老布尔什维克人,送一些武器给他们。 然后还有,因为人民解放军也被苏联封锁了二十年,网皇战化得很严重,所以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能打得赢土枪、土炮和缩标的。这在重庆战域中已经有所表现了。 因此土造武器,在黄振忠、肖家碧他们搞保安团的时候、跟红军打仗的时候搞的一些缩标和土质武器,也在杠南各地产生的。 但是这时候,他们面临的社会还有一个儒家残余,就是在共产党内搞毛巾宗族的那些当时的妇女还在儒家市场的奴役之下,他们接受新事想慢办法,所以还生了很多孩子。 因此文革后继的情况是,人口还是爆炸的,有很多青年炮灰,像现在的阿富汗和叙利亚一样。虽然武器物质很成问题,但是能打仗的人是不缺的。 然后在这件混乱的过程中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一部分本来打仗党的人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于是他们就去发财去了,社会的矛盾有所缓解。 然后克林顿总统放进了外资以后,这些人都出去打工去了。本来王立雄描绘的防火是应该发生的,照文革后一路发展下来,军阀混战早就应该在九十年出现了。 克林顿总统拯救了中国共产党,连同激发生育政策一起,拯救了中国共产党。 一方面使可以打仗年轻人大的减少,一方面使这些年轻人得到了一定的发财机会。但是到九七年、九八年以后直到现在,年轻人口已经严重减少了。 因此,现在的乡村已经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大部分乡村是只有五十岁的老人勉强种点地给自己吃,七十岁的老人坐着希望打工的儿子回来看他一眼,如果等不回来,就自己商调。 三十岁、二十岁的老人全出去打工了,即使回家,他们也不会种地。家里面只有村干部、妇女、留守老人。 村干部往往是恶霸头子,把村里面剩下的资源、土地和其他东西包给外来的官和奸商之类的,自己发一笔钱。 如果本村的人在外面有点饰鸟,就可能跟他斗起来,如果没有的话,他就随便扶来起来,也可能强奸了本地全部的妇女。 但是主要特点就是,之所以矛盾起不来是因为没有年轻的男人。现在里面就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习近平想要再列宁化,他的意思是村干部不能自己选,选出来是当地黑社会的代表或者其他江湖好处的代表。 但是只能由村党委书记兼任,但是这其实跟不改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村党委书记也是当地恶霸的。 你不能指望他们依靠共产党给他发给了几百块钱的工资份试,他们肯定是主要依靠恶霸收入。 他们的恶霸收入往往是理议上登记于什么什么公司,实际上依靠县级或者市级公安局和GDP实力集团的支持,贩卖妇女或者其他什么什么人搞各种恶霸行为。 在当地行得通的是他的恶霸秩序,恶霸习惯法。这个习惯法比起曾剃头曾国藩同志制造出来的儒家习惯法是低劣了N倍,但是他却是当地唯一还能够使当地还能够混得下去的人,保证当地秩序的唯一技术。 比如说伊斯兰教明明或者其他事情打进来的话,他可能顶不住了,但是如果没有别人能打进去的话,人民解放军是根本不会保卫下那个小村的,无敬吃错了药才会跑到这儿来。 所以,任何外来武装的力量要打进去是义无凡党。你面临的不是文革后期的地方,例如你在毛泽东那个时代打进井冈山,你不能随便乱打。 无论毛泽东总统还是河川东总统都悲哀地发现,如果不在本地找到自己带领人,照他们的术语就说,发动本地的无产阶级。 但是谁是无产阶级,寻找本地的进步分子,但是谁是进步分子,这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但是总之,当地人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文革后期这种力量已经严重削弱了,但是至少还有些能打进去。 现在呢,地方力量可以忽略不计。一支不用很强有力的军阀小的进入一个村,可以像把那几个恶霸村干部和恶霸公司的带领人抓写枪毙的,本地凡是存在的物资,你可以全部把他们带领,让所有人都饿死,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反对你。 然后你千里长针,绕开军事据点,一路打恶霸,一路前进,唯一的限制就是,你从海外输入的相对于当地的军事资源能够保持多久。 只要你的财政和军备的供应线保持畅通的话,中国农村、沦陷区农村十分之八的人口,你可以随便怎么样对待他们。 当然你也可以从他们来找一些潜在的招募对象,这都是极其容易、非常容易的事情。 只有少数的地方是例外的。例如在云南边境那一带,颠面边境是比较例外的地方,它是那种沦陷区极少数没有完全减受武装的地区。 云南跟新疆就是这两个地区,本地的年纪是习惯戴刀的。 英纪杀小刀,直到习近平时代,新疆的火车上到处卖英纪杀小刀,那刀是真的能杀人的。 蒙古人、维吾瓦人、哈萨克人的青年从小玩刀是自然的。云南的青年也是从小玩刀,当然他们也是经常从事走私贸易的。 这两个地方的民兵集结起来,可以像洪秀全从广西带的那些老弟兄那样可以横行天下。 我们要注意,洪秀全的基本局势单位置只有几千人,就是广西土克亵渡带出来的第一千人。 后来两副招的兵就不怎么能打。李秀成在江苏招了几十万兵,虽然配备了阳枪耀法,根本不顶用,广西的女兵用来打吴越的男兵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后来这些战兵向李秀成在致述中给曾光汉说了,战兵打光了他就没办法了,江苏招的兵完全不能用。苏州南京、常州号称精英如海,从外国人那里走私,买了无数的阳枪耀法,那还是不顶用。 战争是在湘军和粤军两粤广西粤之间展开的,实际上是两支蛮族之间的战争。 两支蛮族在吴越这个相对于湖南人和广西粤完全不能打的地方,他们只能提供养想之间进行。 在满洲人和蒙古人步行了以后,实际上就是湘西的高地蛮族和梁广的高地蛮族在杨子江殖民地大打出手。 好像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在伦敦郊外大打出手一样。吴越斯大夫的用处就是,A站队看哪一方面能兵,B为他们认为能因那方面提供粮食和物资。他们能够提出的兵就是难兵。 将来希望就是这样,你能够要招的兵就是西北、穆斯林地区,还有西南、缅甸、越南边境这一席,招的东南亚高地兵。 这个高地招兵区可以向北延伸到湘西和厄东,但是不能再往北了,而且只限于高地地域。这些地方招出来的兵很容易像洪秀权的兵一样,横行天下的。 除去的这些地区,费拉地区,由于共产党跟儒家和古代的帝国不一样,它跟国际资本主义这一结合把沦陷区的南丁全部耗平了,留下的是一个巨大的。 全人类历史上,除了罗马帝国灭亡前夜、东汉、朝魏、西晋帝国灭亡前夜的社会以外,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之大的一个只有老人、妇女和孩子和顶多是一些小楼盲,注成的巨大真空区。 这个真空区,人民解放军不管它的武器有用没有用,弄得导弹也好、潜艇也好,那都是牛刀杀不了鸡。法兰西共和国的航空母舰打不了伊斯兰国,大炮消灭不了防热病毒。用到这些地方是全然没有用处的。 越过这个真空地带,你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唯一的限制是,第一,你的物资和财政基地从哪里来,这条供应线不能断,断了就完了。 第二,就是你自己的团队能不能厚得住。你自己团队如果厚不住的话,那你很快分裂,就会很快分裂和相互残杀。 像是叛选解解军中间的那几个英国水兵到了太平洋群岛一样,土族简直就是他们的奴隶,极敢洋枪包打天下,当国王,要有多少女就多少女人。但是彼此谁也振不住谁,因为他们都是下敌随所,而且叛乱随所。叛乱者有一个麻烦就是说,他们没有法统,没有天然的君主和领袖,谁都可以当皇帝,他们非自相传达不可。这就是唯一的限制。 刘仲敬:「所以说,您认为,实际上现在跟文革末期,以及跟清朝末年的社会情势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小共同体的战斗力跟能够跨代自我更新的能力,相较于整个全国的关系の世界。 沦陷区域的平均水平其实是更加重要的。那个时候可能每一个区域都差不多,但是如果你有外来的资源,可以造成的技术的优势并没有像现在的这么巨大。 刘仲敬,现在要好打多了,现在真空状态要厉害多了,这都是共产党本身的功劳了。 刘仲敬,我们今天访谈先到这边为止,下礼拜再见,谢谢您。